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整个桶身是竹子构造 然后一端是有这样的铁丝网 铁丝网的网眼有大有小 比如这个极细它就是这种比较小一点的网眼 那像这个极荒呢 这边的网眼就会大一些 银箔从这一头塞进去 通过这样的笔刷 把银箔适当地搅拌 挤碎 通过网眼掉落 然后掉落在画面中 但是提前呢 画面中需要先刷上胶液 这样方便银箔的固定 让我们现在来演示一遍 把需要沾上 碎银箔的地方涂上胶 和贴银箔一样 稍微静置三十秒 让纸张充分地吸收胶液 我们选用荒木的撒金筒 网眼大概是这样的大小 然后选一张金箔 从后面放进去 放入底部 放在涂过胶的画面的上方 根据需要得出几公分 或者是十几公分的距离 搅拌撒枝桶里的金箔 大家看现在的金箔 从铁丝网眼出来以后 会有一个凹凸不平的状况 不是一个单独的薄片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需要用一张纸 可以选择有一粒吸水性的纸 轻轻放在上面 用脱纸棉 轻轻抚过 让翘起来凹凸不平的薄 现在变得平坦 然后拿掉 在底下的胶液完成干透以后 就可以把周围不需要的薄 轻轻处理掉 这一块方块的区域呢 刚才撒了粗的金块 如果为了追求更好的层次感 在这个基础上 可以再加一些 像这样的细颗粒的金粉 在刚才完全干透的基础上 再刷一遍胶 选用细木的砂纸筒 在上面增加一个金箔的层次 砂纸筒常见的呢 从细到粗 一共有六个型号 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或者是画面的需要 选择不同粗细的砂纸筒 把四周的散碎的薄 打到刚才粘满胶液的地方 这样就不会造成浪费 撒薄的金箔或者银箔 不一定非要用完整的 因为在贴薄的时候 常常会有破损的薄 所以那些薄都可以留下来 在撒金的时候使用 和刚才一样 把刚才撒下去的薄按平 等它干燥就可以了 这里就是完全干燥的状态 形成了一个金箔的色块 贴薄 烧薄 还有这一次的撒薄 都是原材化创作中 非常非常常用的技法 大家可以勤加练习 应用到自己的画面中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